啊 娘嘞 哎呀 戰友們回來了 下半場下半場 下半場 哎呀 咱們這些都太瘋狂了吧 我覺得 是不是有點瘋狂啊 人家这直播咧,咱这直播咧,还搞下半场啊 那个叫韩梅的,亲爱的战友们 这个媳妇睡了偷偷的听,天呐 那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 哎呀,这不好,这不好 所以说咱稍讲一会儿啊 这个韩梅,谁知道韩梅的真实住址,给我说一下啊 这个是甜品啊,吃完甜品的,这几种,看到了啊 这几种甜品,然后呢,这个不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普洱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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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茶 吃啥,吃啥 那个,我要给大家,谁知道韩梅啊 因为我们的律师啊,起诉他律师韩 小渣,水果,水果,对了 这个,谁知道他的具体地址,还有个 关于他个人的这个更多的信息 法国甜品饼干,这个估计小渣啊,是不是啊 冰心啊,木兰啊,什么,Sara啊,卡丽西啊 这些女士看了我估计全晕了吧 哈哈哈,嗨你们,想车上船上来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哎呀,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 哦,我失眠了,为什么失眠,我来练红了,知道你馋,我就知道你馋 啊,嫁给日本人了,日本人甜品做的比外国人还好 给你做做吧,哎呀,真好吃 添点红茶,嗯,好鸡了 太远了,我身上小渣 啊,哈哈 Tony Wang, Tony Wang,郭哥好,你好 法国4比3,跟你牛,哎呀,法国还真赢了,不简单啊 没事,我们的律师,我们,我跟你说嘛,他们不要搞什么,什么超限战嘛,打官司嘛 我现在组建一个,这个,法律应塑办公室,哈哈哈哈 我还学美国人,美国人,你中共让我说打牌,你手里有牌,我搞个照牌机 你有啥牌,我印,我印一百个大猫,怎么的,不仅一万个大猫,还都管用 所以啊,我也搞个照牌机,我请上十个律师 那律师没事,就写律师信,告,出庭 我这个头两天跟他们开会,我说任何人打赢官司,诉讼的钱百分之五十 给你们,另外这个小律师百分之十 一说有钱,哇塞,简直他们疯了 我说韩梅,先把韩梅,所有的诉讼赔偿,有效率,搞明白 我说我忍了他一年了,不让他天天忽说八道,天天忽说八道 天天瞪眼忽说八道 韩梅,你说有一件事是真的 有一件事我在法院上,我给你磕撒头 你瞪眼的胡编乱造,你当女人这俩字你都给侮辱了 你这样的人,你怎么对你的孩子交代一天,瞪眼忽说八道 我也不认识你,你为了什么这么做,不就是谢建生 不就是加拿大的特务,还有国内的一些人给了一些钱吗 所有战友们你们去想想,这些砸锅的人 他不都是为了钱吗?一个是为了正义吗?没有一个吧 不是支持起诉韩梅,一定不会简单的起诉 他还有什么黄河边,还有那什么郭国庆 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 释放时,不要说不愉快的话题 好,谢谢 石头记得我,对那俩年轻夫妇,忘了都 想和我七二三一私信,可以 你说这还没有还有这样的个女人,天底下啊 大家有韩梅的消息给我发了,Instagram上,发给我过媒体上 好不好,发给我,发给我私信我Twitter,谢谢啊 不是,你说你砸锅,我招你惹你了 不要你家房子,不要你家地,不喝你一口水 我又不说你,你砸锅是哪门子砸锅呢? 你砸锅你只帮坏人,不是很简单吗? 说郭文贵是个骗子,撒谎 我是骗子,也没骗你家去,也没骗你姥姥,没骗你舅舅 也没骗你奶奶,你说你有什么着急的呀? 我骗你了吗?我撒谎,我晃你了吗? 晃你了没有?没有吧? 你着什么急啊?郭文贵是流氓,我留你了吗?没留你 说你砸郭文贵干嘛啊?那凭什么砸呀? 你家祖坟上给你留什么资产呢?让你专门去搞江湖上去砸骗子去呀 何况我又不是骗子,我也没骗你 李洪宽家房子被砸,跟我有关吗?李洪宽家房子被砸了 啥时候被砸了呀? 不知道,跟我有关吗?疯了吧 跟我有关 那个死冻季,夫妇两个啊,你没问这事 这俩孩子啊,我这一开始啊,我觉得挺好 反正我特别想提拔年轻人 就是说,就是能帮着这件事,我这可站到我头上都可以 我希望这样的多年轻人,我就转发了嘛,鼓励他 后来他发了那东西,确实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两口子那个,我看了,依旧再也不想看了 我觉得,这两口子的相貌啊,看上去以后 我觉得好像刚死过人一样啊 而且两口子那种,这种样子啊,那种说话呀 自我感觉良好啊,真的说紧难听的话 我老是说跟我那个旁边的这个有几个孩子 我说你们不要每天都苦大仇深啊,好像你们家祖坟被人家挖了似的啊 再一个一副那种,教人啊,就愿意,你看说话好像自己就 我要比别人优三等,我要比别人能,然后说话的时候就一副那种 教育人的感觉,我特别反感的小屁孩儿啊 我一看这个我就烦了,再也不看了 还有一次什么,郭叔叔说,我对你,我拥抱拥抱你 你拥抱我啥?你有我肩膏吗?你能拥抱得了我吗?就凭你那俩样 然后还说什么?小孩儿说,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把这个不喜欢说的不对的地方,那就不是不喜欢了 你是你人品道德的问题了 这是有大问题的啊,所以这俩孩子我觉得不正常 我首先感觉不正常,还有一个太阴,你看那个长相太阴 我从来不跟那种一副音像,一副庄样,一副自我清高 这人我一概不打理 还没和猴子是一样的,我们这已经起诉了猴子了 已经起诉了啊 你愿意付多少钱,达到母级水平啊?一百万美元 行不行?你能让一百万美元? 我最近在国内了解郭宝市,我知道这个人太烂了 竞骗朋友,他竞骗熟人 我找到人开始对他所有的家里了解 所有人说,这个人是到谁家吃谁的东西,要谁的东西 就像他家一样,特别仗义,他不要脸嘛 中国人不好意思,到你家来了,哎,这个给我吃,那给我吃 你不好意思,哎,这个我要拿走一个,那个我要拿走 就像曹老师讲的那两瓶茅台,我要拿走一瓶 然后说文贵的,他不要脸嘛 这桌子,中国人都不好意思嘛 所以他就欺负老实人,他欺生,骗生 不是,欺熟骗熟 就这么个东西,你知道吗? 而且所有的朋友都被他骗 他说没一句实话 到哪都想找人去叶总会,去黄地方 然后呢,老跟人讲宗教思想,不知道多少人被骗了 加拿大了还没记住,不但起诉的 你们记住,我们会严重起诉的 猴子已经起诉完了,等着吧 有本事撑下去啊,撑下去猴子 金泉港,北京金泉港,是啊,不是我的,是我们家族的啊 曹先生真是大师,你看曹先生视频咱就别说话了 咱说话都丢人 净讲实话,曹先生 净讲实话,曹先生 那人家讲实话吧 跟别人讲实话不一样 实话中有逻辑 又讲实话又有逻辑 然后呢,文化水平又高 人家呢,又不搞那种高大上,阳春白雪 人家搞的下里巴人 啊,说的话都下里巴人 听得舒服,是吧 你这人咋弄啊,你这人没法弄 这人在共产党机构里边 那怎么着也是个常委吧 管宣传吧 了不得,美猴王啊 放心,这美猴王,还有什么汉妹啊 放心 这都是精神不正常的 曹大帅,他大帅有点侮辱他 不好 啊,曹大帅这个词不好 我觉得 曹章金先生就叫他 曹老师就很好 是我们的老师 昨天班农跟我拿这块聊 把我聊晕了 真是了不得 这个人真是个天才 我的天哪 就那些数字啊,还能把你吓死了 就是这么个主 你说他讲起中国这老兵的事 哇塞 多少老兵,多少卡特斯基 这些人 如果是,当时都是一次性 补偿上回的家,如果发工资 可以保证这个医疗保险 多少钱,然后呢,就想了 这个ZTE 习主席怎么给川普总 打电话的,然后呢 他怎么看法 他这个观点,他的想法 思路 我说实的话,中国共产党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一个也做不到 这个人就是脾气很倔 很难相处 我们这,因为这将近一年来 这个来往啊 很多,每件事 上次我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去那看他 这个 他的办公室啊,就在国会山的后面 一路之隔 他说,当时啊 所有人都说,不能 你不能去,你去了也不行 因为你去了以后啊,人家川普总统 会不高兴,会带来 风险,我的律师也不让去 啊,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我必须去看他 他邀请我了,我不去 我说我这个太不好 人家一直跟我保持联系 我郭文贵也太不地道了 人家弱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就要去 当时我就去了 我去的时候呢,他 过去他那路都很忙 人很多啊,人来人往 他那天去的也很惊讶 就一样有的都是在职的 一些高官都在 气势不减 然后呢,进去我俩聊天 然后他说,我很高兴,你来看我啊 这么说的啊,我说你 我说我不是来看你来了 我说我说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 你知道我知道,我进屋之前 我律师我打电话不让我进来呢 对不对 然后他说,非常感动啊 非常感动,然后就 咔咔咔就跟我讲他这一系列的看法 他说如果这事情 我问你的意见你怎么说 我就把我想法说啊,他特别兴奉 抱,聊了几个小时 也是 但是这个人呢,你能感受到 就那一刻实际他很感动 很激动 但是他不说,不让中国人说 哎呦,我感动了,哭了 不是这样,他能感 你能感受到他那种感动 他的感动呢,他是发自内心的 他要这个这个 他要这个 他要付出一行动 然后呢,问我一些其他的事儿吧 我都在说,弄弄弄 他就特别不高兴了 他说,你怎么都说弄我啊 你到底,你是不是习近平派来的你啊 啊,人家说你是 爆料是这个 有这种,有这种,冲向性 啊,而且你帮习近平 没有啊,他要做一个节目 是关于习主席的,特别不好啊 我说我强烈反对你做 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做的没意思啊 没用 我说你只会把这事情搞复杂 我说重要的事情 你要让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啊 消失 或者让共产党改制 让中国不姓共 让中国姓人民 你不要老搞得对的 你对他弄得干嘛去啊 你把他惹毛了,我说有什么意思啊 后来他说,没有道理 那时候金正恩没见面 金正恩的事情,我说我跟你讲 北朝鲜,你们就直接对话 是最好的,千万别绕着弯子来 那就是傻瓜 他本来是坚决反对的啊 他后来还真是 他觉得有道理 我和另外一位咱们 中国同胞朋友啊 我让那位同胞帮我当联络人 他也这么观念 说应该是美国和北朝鲜直接对话 然后 他逐渐再改变吧 语成,语成 然后呢 他就讲这个 蓬佩奥啊 他蓬佩奥太厉害了 他认为美国最伟大的人物 现在其中之一未来 可能就是蓬佩奥 很多事情 蓬佩奥太厉害太厉害了 不是一般的厉害 听了讲些是蓬佩奥这太厉害了 我不是拙撇子 因为上视频变成左边 实际是右边 知道我吗 宇成 三八九二 宇成我哪知道的 谁问宇成 习对自己的处境清楚吗 叔叔说 刘彦东 就跟七哥玩定了 四度 零下四度 这个 这个 哎呀 中国经济 真可能崩盘 所以呢 我觉得 班农先生他真的是很了不起 昨天讲一些企业的时候 讲的一些企业的时候 我也吓傻了 这些企业他怎么能 这么清楚啊 这么清楚啊 我真希望 国内的企业家们 你们不要再自我感觉 大手症了 别再像郭宝胜自我感觉了好了 七哥新款兜兜庄是您设计的吗 百分之百 木兰 百分之百我的兜兜庄 我昨天一穿 班农先生说 哎呦你这个好啊 给我弄一件 然后他那保佑说 给我弄一件 然后旁边说我也要 特别好 我昨天第一次亮相 兜兜庄 男士兜兜庄T恤 哇 每个人都喜欢 我自己剪的 然后 我这个 在那边有一帮多年轻孩子 小女孩 都是 都是两千后的 小女孩 刚才那个小女孩 也是两千后的 每个人都喜欢 郭先生我一定要 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买 太喜欢了 木兰有眼光啊 了解你七哥呀 行啊 所以我觉得班农先生 昨天我告诉国内企业家们 一定要小心了 一定要小心啊 给我一件七哥 121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应 我现在 正在 让这个做呢 你都不知道 要想做一件衣裳 好的有多难 你要做一件差的 三天都做出来 但要做一件好的有多难 上次我们给你拍过照的样板 现在四个厂家又重新做的 做完以后我还不满意 就那个袖口的线呢 我不喜欢 我喜欢就那个霜的那种 霜杂的线 我不喜欢那个单跳的线 我就是好玩 什么服装生意 服装生意 做一年还不够我这穿烧油钱呢 昨天那个兜的装 这是我的设计 真的是大货全胜 无数人 无数人都喜欢 郭湛庄现在没有黄颜色的 没有 很黄 非常黄 我们很黄的也没有 非常黄也没有 很黄的也没有 文贵说少说把追表明好 衣服 哈哈哈哈 可以 衣服颜色好 接下来呀 中国的经济真的是麻烦大了 麻烦大了 叫麻烦大了 一定要把人选大 一定的 我们要全力一副 您的皮鞋了 我今天穿的不是皮鞋 我今天穿这个 就最流行的叫Easy Easy Easy 是这个 我现在跟他们在联系 因为这个最高的时候 在中国卖 卖到听说一万多 两万多 三千美金 我这个最早买的都是 他们给我的都是一千美金 我现在跟他们联系 想加上我们的郭媒体的鹰 我说我定上这个两万双 一开始他们说不可能 现在也可以考虑了 因为这家造鞋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基金 投了点钱 当初我们投钱了 我投了大概两百万美元 现在大概最起码也就 一千万美元了吧 翻个四五倍吧 所以说他们说可以考虑啊 这个鞋子要能 我说我要做成我们的颜色 然后弄成郭媒体的鹰 哇太棒了 这也叫椰子鞋 叫Easy 他们现在可以考虑啊 如果能做好就太棒了 那时候你们会穿的最棒的鞋 称赠成本多少钱 大家不敢想象啊 成本六十美金 六十美金 这个我说我给你一百美金 这个你这给我绣上 绣上郭媒体 然后看我设计的颜色 那几千美金谁穿得起啊 战友们 当时弄下来一百美金 大家能穿得起 普通老星怎么自保 回答一下吧 类似我了 D.O.G 哎呀我这 我不能给你们建议这个 我建议我负太多责任 我不能建议 反正国内经济将过山车 大家想有这办法 要记住啊 喜马拉雅什么时候到来 两三年吧 两三年 过战装有泳装吗 没有 你们国内人总办 抓住时机 这个医呼 大家能向呼应 达在达到了咱们喜马拉雅 很简单 大家如果中国人啊 有一星期大家都睡觉 你也别上街 不要上街 也不要鸣喇叭 都睡觉 一星期不出门 我病了行不行 中国有什么样 你告诉我 想想火车没人开 飞机没人开 医院没人治病 没人没人去给他们领导看病了 没人给他们服务了 没人搞特供了 一星期会什么样 会什么结果 你们所有的钱都会拿回来 你们的老兵 都有养老保险费 盗国贼的钱都得拿回来 我们不团结嘛 不就被人家给强奸欺负吗 大家想想如果到那天 大家只在家睡觉 睡一星期 如果哪天文贵呼吁大家睡觉 睡觉就在家睡觉 不要上街 也不要鸣喇叭 更不要说搞暴力 非暴力不合作 不叫非暴力不合作 那是咱还不能搞那个这个 印度的这个 这个什么敌的那个那套 咱就搞一个 我就是一个自然性的 一个叫做回归本位 我可以不劳动啊 对不对啊 我也不消极啊 我也没杀过别人呢 天呐 经常这有人 这有人就开了开床 就把衣服就脱了 太多这种事了 我给你们算个账啊 大家给你算一算 12万亿美元 100万亿的人民币的产值一年 100万亿14亿人 我们一个人能拿多少钱 你去想想多少钱 啊 100万亿除以14是多少钱 那么你再看看我们那些 在街上卖菜的那老人家 你都不能想 一想都想对眼泪 你再看看现在所有的人 在医院里面治不起病的人 山里边那些人被饿死 林小牧叫你去他店吃饭 好你告诉小牧 我一定去 我可不 别给我安排去看 郭宝城那个燕舞啊 我可不去 我是佛教徒 我看上他以后 我觉得会不好的 这个不行啊 所以说你算一算 再一个给你们现在 有钱的孩子们 你们现在算一算 二十来岁的啊 三十来岁的 你以为你家里有个三五十万 房子值个几百万 车子几十万 给家一起五百万 五百万现在能买多大的房子 告诉我 五十平方米 三十平方米 接下来 中国到2015年 中国的平均年龄达到了六十八岁 进入老年时代 每个孩子要养四个六个老人 背负着 中国的GDP也会骤减 那时候你想人吃人吗 人吃人都没有机会 对不对啊 你去想想 这个账你没法算的 你算所有的孩子们 你们今天你们交学费 你今天都交得起 你到三五年后 你绝对交不起 你今天有汽车 三五年后 你养不起这个汽车 你有这个房子 你养不起你的房子 中国就会到处到 真的是 倒挂时代 钱不值钱 人没法活 一个人养了四五个 你怎么活呀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唯一改变中国的 就是要 贫富悬殊 必须要合理分配 太大了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同时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问题 彻底解决 第三个 绝对不能让这个 极少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 占有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财富 绝不能让十四亿人民 就听中南海里边那七个人的话 或者只听政治局委员那一百 那几十个人的话 不 这个是灾难 这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人现在 你不追求喜马拉雅 你追求啥 你等死吗 你只有等死 连死了连埋你的人都没有 你去想想 未来你想治中国十四亿人多少个医院 大家算一算 美国三点五亿人多少个医院 咱不说跟美国比 咱就跟中等发达国家比 一个罗马尼亚比 和泰国比 人家的人均多少医院 中国人未来有病没医院 有医院你付不起钱 你付得起钱 有病没有护士 那不成境遇了吗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任何人你都想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看到你的父母 你的爷爷奶奶在你面前死去 你不能安葬他 你没有钱 你没有能力 也没有地方火化他 没有人火化他 你会看到他烂在那里 甚至有时候你会看到人吃人 你愿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姐妹 有病了 去不了医院 去了医院没护士 有护士没医生 有医生没技术 然后你再看到旁边的警车开道 当官的小太太们小媳妇们 在旁边吃着喝着玩着 做着特供 然后特别检查 你接受这样的社会吗 未来就是安乐死 安乐死得需要人才安乐死 谁给你也安乐死 安乐死的人谁来给你火化的 谁给你烧了去 因为那个时候 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一比六 一比六 到那时候还有法律吗 还有人性吗 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说让蔡国庆 白雪 出来唱两首歌 像搞定马蒂斯一样 把搞几个明星 跳了下舞蹈 有吗 可能吗 中国社会问题 极为严峻 银行里边现在是45%的烂账 咱不说45 昨天我跟班德先生说 我吓过一大跳 35 啥概念啊 兄弟姐妹们 所有在这群里人现在 你们看看 现在大概在4000多人 4000人里边你们给我算一算 咱们在大陆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战友们 我跟你算笔上 你存的钱一百万 你算35%没有了 你这一百万你不取 可另外的这个4000人里边 3000里边它能都不取吗 有一千人取 一千人都存了一百万 他把钱取走了你还有钱吗 你没了 你没了 就这么简单 国民党 北平湖战事为啥好啊 北平湖战事 点点道道了国民党 用国民党说了共产党的问题 到时候把所有的黄金 用各种理由都给你收回去 啥都给你收走的时候 然后所有的北京城的学生都等着吃两次救济的时候 等着美国大使馆 五千一 卡丽西现在告诉我 过来五千一了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亲爱的学生们 战友们 你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们 真的是人吃人 你银行一分钱都没有 让你发金银券 国民党 发完金银券 把你钱全弄走 今天共产党要再往下坚持三年 百分之百会这个结局 你不信走得瞧 百分之百 不是九十九 昨天我跟那个班农先生跟他说 你去想想 到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状况 我们不仅仅存在着人权的问题 和法治的问题 我们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就这回国防部 这个美国朋友 昨天回来的跟我说 他们 他们就觉得是个笑话 中国还来这套呢 礼节 高阶远送 吃喝 蔡国庆 然后唱歌 然后来一套 美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人也没什么 我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 许西亮说 我们要交好朋友 欢迎你来往 这关枪了 是吧 在想 许西亮人是很有水平的 结果 人家说什么 对不起 许主席 我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 我要告诉你 我们不要发生军事误会 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脸大 喀喀的 这么想 这位美国朋友 告诉他 他说 这个世界上 这个这么多奇惠事 在中国发生 中国银行百分之三十几的钱 烂账 老百姓还存钱 我说我们老百姓可怜也是有原因的 我说我们老家 包括我现在的父母 我说我娘到商场买东西不打折不买 我说我带我娘去巴黎爱马仕店 人家把店都关了 郭先生的母亲来了 父亲全家随便选 我娘不识字 连一都不认识我娘 我娘连一都不认识 一天学没上过 他问旁边的人多少钱啊 然后呢我说娘 这个是六块人民币 实际上都是大概 我也不记得都是几千块钱吧 六块 我娘还不相信我 问旁边她的保镖 多少多少钱啊 保镖聪明 说郭先生说六块钱 这也够贵的了 不打折不买 六块钱还要给你打折呢 六块钱打折 去吃饭去 带着到南法 我爹我娘 住在那个四季酒店 不是那个 hotel to Paris 最好的一个酒店 总统套房 因为我在英国开会 我哥哥就 我的飞机都用 我另外一架飞机 送他们去的 跟我打电话说 咱娘高兴了 说这个 咱爹也高兴了 说桌子上面包 人家问 我娘说这面包多少钱啊 这很贵吧 然后我哥说 不要钱 哎呦我娘说不要钱 那得多吃点 吃面包 早说我拿一个到房间去 他说没事儿你住总统套房 你要多少要多少 哎呀那好 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惯 我们省吃俭用 把钱都省给了坏人 就整个中国这个文化 好人 99的好人养着一个坏人 99的人省吃俭用 给了一个坏政府 99的好人存的钱 最后两天拿到国外乡上去了 就给了那些人 他根本不知道的那些造出来的那些师生子女们 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历史的到今天没变 你去想想 你不会可怕吗 我通常在给我娘视频 我娘说 这个我听说你最近还是老花钱啊 很大方是不是啊 这个 我这楼下 种了好多菜 盘古楼下我娘竟然给送了菜 因为在我娘的院里面 他说最近很多啊 辣椒啊 柿子啊 都出来了 我跟你弄点过去 我说娘你放心 我刚没人都给我寄过来 我这半年就吃你种的白菜了 西红柿了 茄子 你咋弄你说 我爹我娘现在是这样 都这样 所以说 亲爱的战友们 你看我们有多可怜 我们的同胞有多可怜 35的烂仗 就等于你所有人的钱 已经被人拿走了 你咋弄 我每次给我娘买一堆鞋 买几十双 每次都买 我娘总是骂我 这玩那么大时候 能穿得了吗 我这鞋都是人送的 买一 送十 这个好啊 然后我娘就开始 给他老家的 这个送一下子 那个送一下子 然后发私伤了 我娘是每年我老家 山东潮营唱戏 一台子戏就三千块钱 我娘必须提前跟人家购兑去 跟人商量 戏请谁的 饭钱怎么请 她这省的 不是几百几千省 几十块钱都省 财西杂志 这个不要脸的杂志 登报道说 我爹我娘 每年就是唱戏 因为三千块钱 然后 这个混蛋的东西说 我爹把三千块钱 我娘把他当成大钱了 但是 我爹我娘给老家做多少工作 这几十年 我们那块所有的穷人 村上唱戏 搬迁 都是我爹我娘给的钱 都借我爹我娘钱 借了有一个还的吗 没有还的 都骗我爹我娘 我就当着我爹我娘去做慈善了 就热财心报道 我爹我娘为了三千块钱 如何如何 这糟天钱呐 你这个胡树立你啊 我爹我娘三千块钱 对他这天大的钱 王大革命他被逗了多少年 腿给打断两次 没饭吃 现在还给人家捐钱 你给人家捐过多少钱 你都捐个李友了吧 过去啊 你的爆料 生日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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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 你什么意思啊 王岐山他生给这个名义会长 还多厉害的官吗 傅政华生为司法部长徒人的官吗 如果郭文贵不爆料 傅政华当什么官去了 政法委书记 王岐山什么官 总理 你这个人在这块说法就是捣乱的 我告诉你 你就没按好心 所以说你看那个财心杂志 在这儿抱我娘的时候 那个胡舒立他竟然把我爹我娘捐三千块钱 因为生气 如果来臭我爹我娘 你胡舒立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对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九十岁的老人 还能天天给老家做好事 你用这三千块钱污住他 老天看着他 老天看着他 你不但没有子女 你不会有未来的 老天会看到你这做了多少坏事 害了多少人 可悲的是中国人只有他一家杂志 别人杂志不能有 王岐山有多厉害 而且是他给纽约时报 傅财德还有很多的好朋友 而且是傅财德报道了习近平家族的腐败 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吗 什么逻辑吗 你这个胡舒立 我拿着笔杆子 这个到处 这个坑人害人 哎收到了 加拿大地址啊 这在另外一个信息里 好谢谢谢谢谢谢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让韩梅同事开始享受享受 他自己对法律上咬文琢致的好处 我不生气 哎呀郭主任我这不生气呢 哎呀我要生气那到不了今天了 香港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自体了 没有什么媒体了 都被都被蓝金黄了 全被控制了 所以说大家知道你说这个多大的悲剧啊 你说就是这帮人 我们中国有多少巨大的问题 他不写啊 专门是逮着这些老实人 善良的人欺负 所以说在我们国家 现在什么文化 越善良越老实 越被欺负越被骗 被打击 坏人你敢说吗 胡舒立你敢报到海航吗 你敢报到冠军和刘成杰吗 你敢报到这个王岐山吗 你不敢 你敢报到傅政华吗 孙力军吗 你不敢 你敢报到孟江柱吗 吓死你 吓尿你 天之地之你是什么样子的 博讯网站韦时报道了文贵一百多篇 两年前 现在你们往回好好看看 他报道过文贵的 谢建生 写剪绳 整姐夫 认识郭文贵二十年三十年了 你打不打嘴 然后说郭文贵给周永康送钱了 给令计划送钱了 所有抓捷官没有一个跟郭文贵没关系的 只要是郭文贵 只要有一个贪官被抓 那一定是 还有什么孙政才 还有安邦 有一件是真的吗 没有 没有任何人为他是负责人 没有任何负责人 胡舒立还要告我诽谤 博讯还告我诽谤 这哪是狗咬人了 这哪是狗咬人了 这已经不是狗咬人的事了 这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公平 没有公平的游戏 好人没好报 坏人又有福报 坏人还长寿 坏人还有权利 怎么办 所以他得推翻他 一只也是骗子 这个团伙还很猖狂 对还给了我基本感枪 当时那个韦石 史诺这个烂人 给了烂人 还是说马剑 我给马剑 我给 记得吗 我给中央中级威胁信 这个 我给了马剑五千万美元 五千万美元 然后呢 令吉华 给我什么什么关系 令吉华老婆 给我什么什么关系 钟永康是我的老板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呢 孙政才是跟我说 孙政才是因为我是倒霉的 你现在准备了吗 或是等待 什么时候呢 115 115 145 We leave Yeah I leave Thank you 催我呢 开会啊 然后咱又说 我给向金波 也有一腿 有多大的钱 张岳 我给他多少多少钱 张岳现在判了吗 马剑判了吗 向金波判了吗 判完以后 看看郭文贵 有没有钱 说了大概六十几个官员 都跟郭文贵有关系 财新和博训 没有一个判卓书上 有郭文贵名字的 你说这种灾难 这种欺骗 14亿人的国家 文贵终于看到了 一支骗子 你们有证据吗 一支骗子 我这时候都说一支骗子 好喝呀 对了 这种旧小魔兽 重新建立明天下 门蓝说对了啊 998万恶之源 战胜这种的命令 谢谢 7237 希望您多讲 我讲讲 聊天聊天 不敢说讲 现在英语啊 有点提高 还不行 小学水平吧 沟通没问题啊 沟通没问题 开胃也没问题 生活没问题 但是一说到正事 就不容了 就不容了 我天天听 听不腻 谢谢 什么茶 普尔普尔茶 普尔茶 中国经济办法 这么不会大乱的 不会大乱的 中国啊 中国老百姓现在 哎呀 苦勤久也啊 盼望着有一个开明的政府 不要疯狂的政府 不要有诈骗的政府 不要被盗国贼绑架的政府 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 你看看 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 有多少高人呢 完全有门 有本事 有能力 这社交时代了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事情 不会被人操作的 文贵看一致为发战俘的视频了 我没有 中国最大的泡沫是政府权利 最没错 这是所有的问题之所在 今天的时间够长了 都吹我了 开会了 等着我呢 我得走 星期天也得开会 然后晚上回去 我太太给我做好吃的 我再跟我家人 今天几天没有多难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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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一个领导水波 我以为 这个真不行 你一筐也吃成个饱料 谢谢 谢谢 对了没有证据不要是吧 你说一知是特务 你要有证据 没证据不能说话 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真的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 老百姓千万被不被眼前的一个车子 房子 和能吃饱饭所迷惑 因为你所有的车子房子 吃饱饭的事 可能让你老 老没人管 死而没人葬 更不要谈儿女没来了 甚至是人吃人的时候 甚至由于我们这领导的疯狂 为了保护师生子女 保护自己的钱财 跟美国和一些国家作对 造成毁灭性打击 当年大清朝死期 就被太平军给骗了 敢对抗十一个国家 宣战 最后有人家拿着子弹 在百米之外 七百米之外全给打死了 最后是召叫老百姓啊 今天的中国一样 被这些假军人 假军人 在这忽悠 都玩歌声玩歌手去了 都取民心去了 最后把老百姓给撞了 死在这老百姓啊 七哥申请了战装 你一定找Sara 找Sara 谢谢 找Sara 这个战装还在生产中 还在生产中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不要着急 战装和帽子 我说的一定会做到的 但必须做好 我不会对付的 中国一定是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等到要如果跟美国问题解决就是货币升值 但是我觉得那种机会很少 一定通货膨胀 西班牙找谁买战装 不要西班牙 没有买 我们只送 你找Sara Sara 你是 在西班牙的也可以找小渣 在欧洲的可以找小渣 现在还没有战血 我正在研究呢 我爷爷奶奶喜欢你 谢谢给爷爷奶奶问好 你的爷爷奶奶是我的爷爷奶奶 谢谢 老婆说我是郭明 谢谢 907 901 烧热门是北京百姓提供财荷 大家要记住 关键时候 大家集体行动 什么行动 大家睡觉都行 你和我和儿子 同时看直播 谢谢谢谢 谢谢 深挖啃广金梁 跟着七十七十四十万 小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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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你拿那大钉 也可以找这个小渣啊 我们公司同事都知道郭先生 我不在乎谁知道多少 关键是在乎 我们说的事情被更多人知道 我可不在乎别人对我什么知道不知道 对小渣啊 你发战装 我们是当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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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郑哥是个处长,没错,处长文化,官场是处长文化,事实就这样。 我的船已经起毛了,起毛了。 已经起毛了。 好,又该到时间了也差不多了吧,我这是没电了好像是。 所以呢,今天咱就到这儿吧,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就到这儿吧,聊得很开心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今天纯属聊天,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啊,咱们也不叫爆料,也不叫爆料,纯属聊天。 麦哈顿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麦哈顿,你看我后面麦哈顿多漂亮。 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和睦。 全家和睦。 这个一定要记住,女同胞照顾好,要尊重婆婆,一定要尊重婆婆。 这个男同志要照顾好老岳母,老岳父,妈妈,爸爸,照好自己老婆,这是天理,必须的。 希望所有的战友们,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得天相处。 然后呢,我们背负起责任,给中国人带来喜马拉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亲爱的战友们,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们的咱们生命中的互相的陪伴, 谢谢你们美好的建议。感谢了啊,总是恋恋不舍。但是呢,毕竟还得说再见。 说实在话是真不想说,真不想说。 爱大家,我爱大家,谢谢啊,非常感谢。 我们船已经启动了,我要往回走了。 哇,看到这战友的留言真是,看看后面这个曼哈顿清晰了啊,曼哈顿清晰了啊。 好,好,谢谢所有的战友们,接下来的一周啊,因为特别特别忙, 我可能只发一些照片就不怎么发视频了,希望大家理解好不好。 大家好,咱下周末我们再见,下周末我们再来个长时间的聊天。 好吧,谢谢,谢谢所有的战友们,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挂了啊,谢谢啊,真不愿意挂啊。